她的命远被一张光盘而改变 赚钱快到自己都不相信 反正我们就想 为什么这么神奇这么好赚 赚的我自己都不相信 降证时刻的来啦 她的保鲜技术能让鱼快速睡去 又快速醒来 哎呦 硬帮帮的 这还能火吗 你们看一下 新冠疫情来袭 她成了养殖户的救星 给她刷她肯定给我解决一部分 幸亏有那个万家公司来给我们解决 不然连饲料都买不起 叫余司令 拉起来拉高一点 石斑鱼在她手里花样摆出 小小鱼片帮她创造千万财富 看广东省饶平县的余司令 郑振雄 如何在危机中找商机 在困难中寻出路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致富经》 新冠肺炎疫情 让很多企业受到了冲击 产品销售遇到了重大挑战 广东省潮州市的饶平县 那里的石斑鱼养殖户们 也深陷困局 他们的鱼卖不出去 有些养殖户 因为资金无法回笼 甚至连喂鱼的饲料钱都没有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人公 郑振雄也在其中 不过她的做法 和其他养殖户不一样 她主动提出 要大量收购养殖户们的石斑鱼 要把困难转嫁到自己的身上 其实郑振雄的心里很清楚 她自己的销路也不好 鱼收得越多 风险就越大 那她是怎么打算的呢 2020年4月2号6点 虽然下着小雨 郑振雄仍然要出海收一批鱼 养殖户刚见到郑振雄 就开始向她诉苦 这个网易也太久没有洗了吧 平常都没有见到这院的 平常的网易都很新的 这段时间 你卖不出去 这人希望也没用 怎么希望没用 卖不出去 就因为鱼汁要不死了 还想买鱼料 像这个鱼汁 不是这个疫情 很好卖的 就是都几乎都供不应求 因为它这里是海水养殖的产品 我们都要求这套卖给我们 今年缓过来了 养殖户们养的就是这种珍珠龙胆石斑鱼 市面上售价不低 平时胡鱼每斤能卖到40多元 因为口感好很受欢迎 过去从不愁销路 拉起来拉高一点 来 一二三 高一点 春节期间 原本是石斑鱼的销售旺季 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大部分餐饮企业暂停营业 加上运输不变 当地很多养殖户的石斑鱼 卖不出去 很是着急 这家养殖户因为鱼卖不出去 没有钱买饲料 已经有七天没喂这些鱼了 他找了很多销路 都没有人要 最后只能找郑振熊来帮忙 鱼全部都卖不出去 经常介绍找着玩家公司老板 他说给我们解决部分 一天要喂20筐鱼料 一筐是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大概是两百多块 就是四千多块钱 是啊 是啊 那个小苗就不可能我们计划 原本是十万条 我们就不敢放十万条了 是不是 也没有龙可以放 这大鱼卖不出去嘛 鱼卖不出去 养殖户就没有钱买资料 还会影响新一批鱼苗的投放 看到养殖户的困难 两个多月 郑振熊都穿梭在鱼牌上收鱼 已经花了八百多万元 收了十多家养殖户 共一百三十多吨的石斑鱼 对于他来说 这也是一场战役 现在我们每天接到这个 这叫我们来收鱼 收鱼的人太多了 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真的对养殖物的影响很大了 别人都找不到销路 郑振熊为什么这么大胆 敢在短时间内收这么多鱼呢 这都是因为 他的手里掌握着一个法宝 疫情期间 活鱼销路不畅 郑振熊把收回来的鱼 马上进行加工 而他的法宝 就是他掌握的一项保鲜技术 眼前这钢液体 正是保鲜的关键 不动液 现在已经零下35度了 现在零下35度了 对 可以可以卸下 不但不要动太久 感觉像出了电影一样 对对 很冷的 很冰冷的 我帮弄跳的 我现在拿两条鱼 拿两条活鱼给你试验一下 不要很神奇的效果 你看一下 这是活鱼 郑振熊拿了两条活鱼 放到了他的机器里 几秒钟 鱼就变了颜色 你看一下子 一下子冰了 对 这个效果 你看这个眼睛 五分钟后 郑振熊把冻僵了的石斑鱼 捞了出来 一下子就变成是 黑变白鱼了 用帮帮的 你这么一小会儿都冻成这样了 都是冰了 记者用手按了按 这两条鱼 就像在冰箱里冻了好几天一样 已经冻得僵硬 身上也裹了一层白色的冰 郑振熊把他们又放回了常温水里 他说这两条鱼还能活过来 你们看一下 这个活力还挺好的 它的细胞它是蛮有活力的 但只是它的神经麻木了 这个我们现在有试验过了 最长的时间就是我们在里面冻十分钟 其实我们不重要 对这条鱼能不能划 最重要的你看鱼都能划了 那我们的产品 我们加工出来的石斑鱼片 它的细胞不破裂了 针对产品来讲 其实它解冻了 就跟新乡的鱼的持练是一样的 这种保鲜技术叫低温快速微动技术 郑振熊利用这种技术 对加工后的石斑鱼进行保鲜 不但保存时间长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在食用时 鱼肉的口感跟鲜活鱼相差无几 这也让郑振熊在行业内被称为鱼司令 叫鱼司令 他当司令就是最大了 韩业赖 包括国外的客户都知道鱼司令这个名字 可鲜为人知的是 这位鱼司令的人生轨迹 却是被一张光盘改变的 那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光盘呢 这个靠海的小镇 就是郑振熊的老家浙林镇 他的父亲是一个渔民 这让郑振熊很早就发现 卖鱼比捕鱼更赚钱 18岁时 他就做起了水产生意 之后凭借一张光盘 六个月就卖了700多万元 2002年 郑振熊遇到了一位 做水产生意的特商 对方销路很广 掌握着不少出口水产品的渠道 他想跟对方合作 可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本身也就想找为一个和华人 但是他过来也希望说 我们能出资金 他们才安心 全部他出的话 他也觉得我们怕我们可能干不好就走了 我要出点钱 他才安心 所以当时就跟他讲 就说我们出20万 我当时也想说一个月我就可以赚回来了 所以就心也很大 办公室 办公设备 人员招聘等等 郑振熊全都准备妥当 钱投了进去 可没多久 那位客商却不辞而别 对方给他留下了一封长长的道歉信 还有一张光盘 很多人都说郑振熊上当受骗了 而他却用这张光盘赚钱赚到自己都不相信 反正我们就想 我为什么这么神奇这么好赚 赚的我自己都不相信 原来客商留给郑振熊的那张光盘里记录的 是他多年从展销会上收集的 多家国外水产公司的联系方式 郑振熊挨个联系光盘里的客户 帮他们在国内寻找水产货源 赚取差价 不到半年时间就卖了700多万元 真的整个我整个业务改变 都是这张光盘给我带来最大的光盘影响 迅速积累财富的郑振熊 在行业里一下子有了名气 可接下来他亏钱的速度 却让他更出名了 他仅用20多天就亏损了350多万元 这还要从他与石斑鱼的结缘说起 2008年郑振熊在寻找水产货源时 一种长相凶猛的鱼 让他眼前一亮 这条是珍珠浓胆 你看它那个身上的一点点 像不像珍珠一样 很亮 对 很亮 特别亮的 都可以当观赏鱼了 明显的这个特征就是花尾嘛 尾巴是花的 花色的 像那个蝴蝶一样 你看这个头像霸蝴一样 它看长得好凶但是它真的不凶 郑振熊看上的就是这种石斑鱼 在当时珍珠龙胆石斑鱼的人工繁育 早就获得了成功 可苗种的孵化率低 一条10厘米左右的鱼苗就卖到20多元 养殖成本高 而市场售价更高 500克就可以卖到100块钱以上的 当时我们在想就说我们的成本是70多块钱 那按当时的价格5斤的话可以卖500块钱 所以我们当时算起来这条真的还是一条财富责鱼 一条5斤的鱼当时能卖到500多元 而郑振熊估摸着养殖成本大约在75元 这巨大的利润空间牢牢吸引了郑振熊 经过考察他发现 在气温更高的热带国家文莱养石斑鱼 一条100克的石斑鱼鱼苗长到5斤柱 比在广东养殖快6个月 2012年5月在朋友的帮助下 郑振熊在文莱建了石斑鱼养殖场 开始大量养殖 18个月后 郑振熊的石斑鱼已经全部涨到了10斤以上 当时珠三角地区石斑鱼价格很高 郑振熊用7天时间 拉了35吨活鱼到广东销售 他千房万房生怕哪个环节出问题 可还是犯了低级的错误 他气温慢慢渐慢慢渐 从文莱过来就一路 进到南海就一路见 见到我们广东这边来 气温已经很低了 因为水温相差太大 郑振熊的鱼从拉回来的第一天开始 就成片成片地死亡 他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 二十多天鱼就死光了 郑振熊直接损失350万元 巨大的打击让它产生了一个想法 但是我们在想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冷冻方法 跟新鲜的鱼在口感方面上差别是很大的 我们一直在想说如果有一种技术 能把它冻完以后解冻出来跟新鲜的一样 那就不知道多好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技术 怎么才能让冻鱼保持和活鱼相似的口感呢 郑振熊考察了很多地方 发现国内有一种低温快速微动技术 可以快速冷冻鲜鱼 解冻后的口感与鲜活鱼相差无几 解净周者 他与国内一家水产研究所合作 设计出了低温快速微动机 开发出了这种能在零下35摄氏度 依然不结冰的微冻液 见证时刻的来了 活的石斑鱼用这种微冻液冻五分钟后 放进常温水里还能活过来 活过来了你看 水多一点它油度更大 利用低温快速微动技术 郑振熊在闻来养的石斑鱼 可以在当地直接加工 通过微冻再运到国内销售 烹饪后肉的新鲜度和鲜活鱼相差无几 它的产品吸引了很多餐饮企业 想与它合作 这里的微冻 这个我觉得新鲜度还是 就是跟活的差不了多少 口感呢吃起来就是说 你越吃就越想吃它 然后觉得吃起来有意思 就是起码这个感觉到 像这个很新鲜很活的那种 这是什么 2017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 郑振熊回到了家乡饶平县养石斑鱼 那时国内珍珠龙胆石斑鱼的人工繁育技术 已经很成熟 鱼苗的成本大幅度降低 它要把石斑鱼收回来后马上加工 就特意在码头边建了加工厂 为了石斑鱼的鲜美品质 郑振熊真是绞尽了脑汁 而它卖鱼更是不简单 这个人叫杜宇霜 是汕头市一家餐饮公司的负责人 他对食材十分挑剔 对于烹饪也有独到的见解和研究 同时还熟食香港 澳门等地 多家餐饮集团的采购人员 有一天杜宇霜需要一些石斑鱼品 但它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 因为标准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但如果你厚度或者克重不同 那你这个温度就不好控制了 那么我们为了达到出来的粗品 它能够持续地保证它的质量 那我们对食材的要求就很高了 杜宇霜要求的石斑鱼产品 不能有鱼鳞 不能有鱼刺 要带皮纯肉 鱼片的形状 要像菜刀的形状一样 而且每一片鱼肉的形状要基本统一 重量还得控制在18克到22克之间 对方的要求很苛刻 但需求量却只字不提 很多公司听完这些要求 便不再谈合作的事情 可郑振雄听说后却非常乐意 主动提出要合作 因为它们有高阳格 高要求的要求 所以对我们企业来讲 包括我们员工来讲 也是一种提升 我虽然投资很多了 但是我学到了技术 我得到了名气 每一条鱼的大小 条形都不一样 要切出整齐划衣的鱼片 机器很难做到 只能靠人工来完成 一条鱼完成这些步骤后 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环节 切鱼片 这些照片是郑振雄 当年生产产品时拍摄的 同一个工人切出来的鱼片 大小不一 重量不等 形状也是各有特色 合格率只有40%左右 不合格产品 它只能降价处理 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郑振雄在加工车间仔细观察 还自己尝试了一个多星期 最终发现 只要做到三点 鱼片就能切标准 不换鱼 不换人 站着来 站着来切 这个人就是装杆装直 再做切鱼片的 第二就是要专做石板仪 其他产品的不做 第三就要求他们一定要站着来切 站着用力经营 这就是合格的鱼片 鱼片的重量 宽窄 形状等 都符合对方的要求 做到郑振雄所说的三点 工人练习一个月 就能切出他心中这种完美的鱼片 这也让鱼片的合格率 从最初的40% 提升到了现在的80%以上 郑振雄的公司 现在培养出了20多位 切石板鱼片 既熟练又精准的刀手 他们对石板鱼片重量的把握 让记者也很佩服 我们就在现场做了个测试 假如我现在 我说一个我让你切的重量 就是不是有这个规格之内的 其实我要那个重量 切个15克吧 切个15克的 经常切的我们会标准一点 这个是很少切的 所以把握没有了 所以一个也都无差的 还是挺厉害的 郑振雄坚持活鱼加工 90分钟内出成品 他所有的石板鱼产品 全部使用微动保鲜技术处理 使新鲜度达到最佳 这也成了他最大的卖点 杜语霜看到他生产出来的鱼片 惊讶不已 像我们这么苛刻的要求 我开始都以为可能都不行 后来他们真的还是把它做出来了 郑振雄的投入和努力 很快得到了回报 很多香港澳门等地的 连锁餐饮集团 也同样需要这样的鱼片 在杜语霜的推荐下 郑振雄的石板鱼产品 迅速打入了深圳 香港 澳门等地 多家大型连锁餐饮集团的 300多个门店 2019年 他石板鱼的销售额 达到2000多万元 今年1月底 新冠疫情蔓延 餐饮企业暂停营业 当地很多养殖户 春节期间积攒的石板鱼 没有了销路 很是着急 看到养殖户们发愁 郑振雄赶紧和政府部门联系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复工复产 开始大量收购养殖户们的石板鱼 给它刷刀肯定给我解决一部分 能解决它就帮我们解决嘛 幸亏有那个万家公司来给我们解决 高档衣 不然连饲料都买不起啊 养殖户们轻松了 郑振雄的压力却大了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的销路同样不畅通 收鱼已经花了800多万元 如果这些鱼卖不出去 他的资金链就会断裂 别人认为有风险 他却说这次疫情激发了他的灵感 郑振雄加工的鱼片很薄 烹饪时很容易熟 他就加工出了很多 这种适合电商和外卖销售的方便鱼 对 你看看这个是我们这个已经全部 也是全部分切好了 分切好了 然后调料保育好了 直接给它淋上器了 我们打开胃包楼 然后五分钟 好香啊 闻到香味了 我尝一块 黏着皮吃啊 这皮更好吃啊 黏着皮吃啊 对对对 怎么样 好入味啊 也是用我们公司的微动技术冷冻的 不管是拿到家里或者是办公场所 马上就能真正地吃到大海的味道了 这样的方便鱼产品 让消费者无论在家还是在办公室 只要能加热 五分钟就能吃到鱼 像这种两斤左右的石斑鱼 郑振雄经过加工后整条销售 大些的石斑鱼 郑振雄就根据各个部位的特点 把一条鱼精细化分割成十多种产品 既适合电商渠道销售 又能让整条鱼的价值得到提升 减少了浪费 即使别人认为是下饺料的部位 它也能赚到钱 鱼下巴 我们叫做下巴 就是鱼的鱼头下来的那块肉 这一块是最嫩的 然后它又整块的肉 整块的肉 然后就有一块大骨 一些人他们可能是认为这是边饺料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 正常的销量一天是四五百份 如果有时候做做活动 上到一两千份都没有问题 产品生产出来后 郑振雄积极联系电商公司 借助他们成熟的销售网络 把产品快递到消费者手中 郑振雄还正在和杜宇双合作 他打算开发出更多的石斑鱼菜品 再把这些菜品做成适合电商渠道销售的 快速烹饪产品 今年二月和三月 仅两个月时间 郑振雄石斑鱼的销售额就有四百多万元 通过电商销售出去的产品 占到了总销售额的70%以上 他对石斑鱼的精神加工 也改变了石斑鱼产业的销售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生命健康的挑战 对经济发展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迅速复工复产 调整生产销售策略 降低损耗找对出路尤为重要 就像郑振雄有决心有信心 而且有策略应对困难 恰恰在此时 把准备已久的电商渠道快速上线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的制服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